那我想知道下次的方向是往上還是往下 這一次方向呢 嗨老師 你在幹嘛啊 我在做一個很厲害的圖表 那你為什麼要圈這些日期啊 10月11是什麼很重要的日子嗎 嗯?這你都不知道啊 趕快去用GPT去查一下 嗯... 新竹大停水 嗯? 嗯? 諾貝爾和平獎頒獎 嗯? 還是全家新口味冰淇淋買一送咧 統統都不對 是美股要公布CPI的重要日子 你該不會連CPI是什麼都不知道吧 怎麼可能 我們上市不是才講過嗎 這CPI就是消費者物價指數 是衡量通膨的重要指標 對聯準會的降息有直接的影響 所以很重要 嗯...講得很棒 給你一個讚 不只如此喔 我還知道 8月的CPI年增2.5% 是4個月來的最大漲幅 目前市場預估 9月的CPI年增是2.3% 相較於8月有所放緩 而且由於9月的費農數據超過預期 市場對今年的降息預期大幅的收斂 CPI數據也可以看出來 Fed對抗通膨的最新成效 欸...講得真不錯喔 怎麼樣啊 我這次可是有認真做功課的 你講的是很清楚啦 但是呢這些數據是沒辦法幫你賺錢的喔 你又有賺錢方法囉 那你還不快點告訴觀眾朋友喔 那有什麼問題呢 這個表格已經做好了 你看看 你有看出裡面的貓膩嗎 嗯...是不是... 講出來 你標的每一個點之間都有一個明顯的走勢 很棒 看不出來你還真有一點內容呢 哈... 畢竟我也跟你學習了16級的時間 多少要懂一點吧 只是你剛剛那個... 表... 所以是什麼意思啊 唉... 真正是不會堅持的 趨勢之所以會趨勢 代表說它是有個時間性 然後呢 它會在特定的時間跟特定的位置呢 出現能夠影響跟發動一個大趨勢的訊號 美股從今年開始進入降息循環以來 我們發現 只要一公佈CPI 台灣的加群指數呢 基本上後面都會延伸一段 至少一個月大波動 那空間呢 至少也都千點以上 所以這個就是 我們要掌握趨勢的交易機會 哦...原來CPI跟趨勢這麼息息相關啊 沒錯 因為我們是用程式回測 並且驗證了目前市場的這個慣性 那... 暴力表也難預測這個波動嗎 當然可以啊 你看看我們這張圖表 每次暴力表預測方向出來之後 後面市場大波動的行情 是不是依照預測的方向走了一大波 哦...真的耶 那我想知道下次的方向是往上還是往下 這一次方向呢 拖打我的專線 0277251500 喜歡我們的影片記得按讚、訂閱、留言還有分享哦 還有記得訂閱我的個人頻道 我們下週再見囉 掰掰 掰掰 你當古奇知識嗎 嗯...你不懂 沒事 那你先別急著走 留下來喝杯咖啡 每週一次咖啡時間 古奇知識多懂一點 哈囉...歡迎你們收看大鄰哥的Coffee Time的時間 節目一開始呢 大鄰哥 我要先向我們的一位股市前輩致敬 因為他今天去當神仙了 今天大鄰哥分享的這個Coffee Time的內容 其實呢就是這位阿圖柏我們的股市前輩 他想要分享給我們的 他的心得呢不一定是絕對的正確 例如說呢 他說他不做融資 然後他也不做放空 那事實上來講 這是每個人的取捨都不一樣 沒有說一定對跟錯 但是阿圖柏是確確實是有在股票市場賺到大錢 這個是無可置疑的 那為什麼他能夠賺到大錢 其實並不是說他不融資或是他不放空 不是 而是說他有確實的遵守他個人的紀律 所以呢他才能夠在這個股票市場上賺到了一大筆的這個獲利 所以獲利的原因其實並不是說他的準則有多準有多好用 其實不是 就是說他有紀律的去遵循他自己個人的個人要求 那機動市場上呢有千百種這種商品 他都有這個獲利的機會 那交易策略呢更是多達萬千種 那問題是每一個人 甚至說絕大多數的人到目前為止都不會有穩定獲利 為什麼呢 就是你懂太多再加上你又缺乏了機率 所以呢你才一直沒辦法做出一個很穩定的交易績效出來 所以你想知道如何有交易機率嗎 歡迎你來詢問大鱗哥 讓大鱗哥告訴你 我們是如何進入一個有紀律的交易境界 今天的COVID-19時間就到這邊結束 所以我們有好用的交易